从事水泥作业的黄先生 手肘常年反复失利抹墙 因此造成首部职业伤害 去年5月灾宝法新法上路 独家医院协助职灾劳工经济补偿 与职能复健医疗 蔡医师到职场去现场 去看我的工作环境 跟我实际的工作状况 后来她有证明 我这可能是因为这样 长期间的使用 所以造成的职业灾害 但因为手术开刀跟长期的发言 导致她的激励 没有办法立刻回复 所以这种状况下 就是我们这时候就很适合来介入 来协助她这个部分 手术开刀后 黄先生因为无法工作 家庭面临经济问题 为了帮助劳工职业伤害诊断与重建 台中龙总成立职能诊断重建双中心 提供劳工从诊断到复工 一条龙的服务方式 协助改善个案复建期间的经济问题 再也是她的工作能力 职能复建的期间 我们协助她就是开立诊断书 申请她的工作能力强化期间 有一些津贴 我们让她能够请领 那最后就是说 她要如果要回到职场 需要一份复工的报告 我们医师也可以帮她 撰写复工的报告 那就是把整个流程 能够做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接轨 医师表示 刷中心成立针对劳工职业造成的伤害 不是只有费用的补助 将给予更多职能复建的协助 包括心理上的创伤治疗 协助劳工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新唐人雅热电视 王元阳淑眠 卡曼台中采访报道